这一段时间,很多朋友都在调整自己的资产退质,有不少人选择把投在股市、基金、P2P里的钱撤出,但撤出的闲钱放哪里?银行一下子成了大家最终意的地方。 有人留言问我,这些大银行确实网点多,购买方便,但他们的收益相对也要低些,所以如果想找收益不错,购买还方便的银行,我觉得民营银行是个好的选择,微重银行、网商银行以及最近很火的富民银行,他们就都是民营银行,而我今天给大家介绍另一家民营银行,一连银行。 一,首先回答下大家关于民营银行的担忧,民营银行安不安全,有没有倒闭的可能?万一倒闭了我的钱该怎么办? 我个人觉得大家有些多虑了,民营银行的资金实力及整体资质,肯定不如实体银行,但是倒闭的风险还是非常低的。 虽然今年金融市场环境比较差,农商行不良率大幅上升,但没到倒闭的地步,民营银行同样如此,再悲观些,万一,我们说万一金融危机来了,市场环境恶化,民营银行倒闭了。 那你你告诉大家,存款类的产品也是非常安全的,民营银行也是银行,存款也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,即使倒闭了,五十万元以下的存款也能得到全额赔偿。 五十万元以上的部分,根据清酸结果按比例清长。 二,那一连银行,它的背景和安全性又如何呢?一连银行是一家民营银行,总部位于吉林长春,发起人为中发金控,投资管理,有限公司,吉林三块科技有限公司。 值得注意的是,一连银行与美团网有一定联系,美团网隶属于北京三块科技有限公司,而吉林三块科技有限公司是后者的子公司。 一连银行的产品相较其他民营银行少一些,只有存贷款,存款产品一共有五款,其中四款为结构性存款。 而我今天重点想说的就是一连的结构性存款,这四款结构性存款的期限在14到181天之间,预期年化收益率在4.2%到5.28%之间,均为保本浮动收益。 在目前这种市场环境下,一连银行的结构性存款收益率,算是非常高的了。 三,那这种结构性存款,到底能不能买,预期的高收益能不能达到呢? 结构性存款分为两部分,存款加期权,大部分资产投向存款,以保障产品的本金安全。 上部分资金投向利率、汇率、黄金、股指等衍生品,以博取较高的收益。 结构性存款有收益上限和下限,上限大多在4%到5.5%之间,下限大多在1%到2%之间。 一连银行的结构性存款挂钩的是美元一个月利贝利率,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,观测标的上下限为10%,其中181天产品的预期最高收益率为5.28%,预期最低收益率为1.82%。 也就是说在你购买期间,如果美元一个月利贝利率超过了10%,那么你只能获取最低收益率1.82%,如果美元一个月利贝利率在10%以下,你就能获取最高收益率5.28%,关键问题来了,一个月利贝利率到底会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波动呢? 一个月利贝利率目前最新利率为2.131%,未经一年的最高水平,之前的利率更低,甚至不到1%,且过去熟年还从来没出现过利率超过10%未来,也基本不可能达到10%,也就是说,一个月利贝利率超过10%的利率相当于0,你拿到5.28%的概率相当于100%, 这对投资人来讲,可以说是非常合适。 四,具体怎么买,大家可以下载一个一连银行APP,注册并按照提示,绑定实体银行卡,之后在金融这个界面就可以看到这4款结构性存款,这几款产品的期限选择多样,起购金额1000元,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尝试下,购买前还需要做一个风险测评,很方便,不过提醒大家, 结构性存款都是封闭期的,不能提前赎回,所以购买之前要确保你持有期间用不到这笔钱。 最后,大家还有什么其他想了解的理财或者不太懂的理财,也都可以留言和我说,我会找时间写篇文章解答大家的疑惑。 PS,我最近体验了普发银行的直销银行,感觉挺不错,既安全,收益又高,而且完成首次投资后,还能领取到15元红包,适合把手里的闲钱放在里面,点击阅读原文可以体验下,扫描,下方二维码,和王小米一起学理财。 对不起,当地人维码是更加注意缀的问题。